NM新闻有点多 具惊愧神 听我说 快船主教练泰伦鲁鲁公开表示 快船不会用麦恩去教育哈登 还会把麦恩升到首发 新赛期就让他和三巨头一起出战 那这不是麦恩有多厉害 麦恩现在能够二十七八了 场均就得八分 他能有多大潜力啊 那其实兄弟们也都能看出来 快船各种借口啊 那就是想白嫖 快船也是抓住了哈登和费城这种心理了 登哥就剩一年合同 而且他还指定得下架 那换谁都想白嫖一下吧 那这个事啊 就看谁先撑不住 我觉得最终妥协的还得是七五人 如果说七五人不把登哥这事处理好啊 还会影响到恩彼得的情绪 反观快船这边呢 有没有哈登他们都这样的 哈登来了更好 那不来啊 他们也无所谓 如果说快船一直这种态度啊 那他们肯定得不到哈登 因为公牛和热火已经加入了哈登的争夺战 我觉得热火竞争力啊 那是最大的 因为洛瑞的合同正好比辟哈登 随便加点选修权呢 或者年轻军员 那非常肯定的同意 而且哈登也表示了 他愿意被交易到热火或者熊鹿 那登哥要去热火呀 那得贯的概率肯定不能低于快船了 艾顿这边啊 那也开始招兵卖骂了 他们裁掉了诺克斯 牵下了肌肉阁 这肌肉阁之前是太阳的 那现在也跟顿宝混起了 至于美国中方语呢 已经是无穷尔瓒了 当初尼克斯那时把他当核心来培养的 但是技术太吐槽啊 还是被抛弃了 那接下来诺克斯啊 只能来中国投奔他大哥了 奥尼尔那又开始搞事情了 他晒出了一张图 问现役队和传奇队 哪个队能赢 那现役队的阵容啊 已经是人党杀人 佛党杀佛了 但是传奇队的阵容呢 只能说更无敌 那有巧有杀 而且还有科比 那这些人基本都是历史现实 现役队进攻能拼一拼啊 但是防守真防不了啊 在和绝金金融战之前啊 老战也公开表示 他和农梅都是胡人的领袖 而且农梅啊是胡人对始 最好的大先锋 那这波商业胡锤啊 那就是鼓励农梅 往此守日约老师 而且对于迈克马龙 上个赛季的垃圾话啊 老战是这样是说的 他说啊 别让他们臭特份 那总有一天他们会老的 我真是给他们笑点给多了 那看得出来啊 老战确实挺气愤 新赛季 那真得往此往此守日绝金了 对于格林拳击普尔一事啊 那库里也公开表示了 希望普尔和格林能够和好 因为人生啊 其实很短暂 那不吹不黑啊 那不是库里没面子啊 那这个事难度太大了 因为打过架里都知道 如果说他俩是祸祸啊 还有和好的余地 但是普尔是被击的 那这事不可能和好了 普尔能正常和格林一起打球啊 那已经是很大度了 虽说库里的想法很美好啊 但是这个事在普尔心里 那一辈子都过不去 对于华MP by bwd6